这是干啥 都没有采成功 今天可以给这两个小鸽子 拿到山洋区里面去了 这个麒麟湾是杨大哥那边拿过来的 大工棚那边 我去 你一个翅膀一山洋 那是鱼粉给养起来了 你说奇不奇怪 麒麟花配这个麒麟花 这个鸽子看上去不像是麒麟花 其实它要是配瓦灰的话 都出麒麟花的 而且出两个甚至 它配这一个麒麟花呢 出了两窝这个了 出了两窝就是这个瓦灰 奇怪吧 这只小鸽子是不是很漂亮 身体上像那个山水花一样的 走到新家 我还没喂食呢 就是不喂食拿到鸽舌里面去 还不会飞看 现在鸽子太多了 我这麦 控制都控制不了 现在都是让它孵着夹的 有点疼 鸽子到了新的环境 比如说从鸽舌里面拿到这边来啊 它要有一个适应期的 要是拉点滤变都是很正常的 我这边一大群啊 我这边一大群啊还在飞过去 现在还好 之前的时候啊 我这边因为戴口罩的原因给封起来了 没有割粮该怎么办 把我丈母娘家的蚕豆种 都给砸碎为鸽子了 所以说不能养太多害怕 要不是戴口罩的原因啊 很多地方就是发不了 我都给朋友们发过去送过去了 开直播直接送了 拍一堆力 像我们以前啊 都是开直播 每个月都有送鸽子的 这两个是沾身系的 哎呦 两个总鸽都是沾身的 沾身家族 我叫他沾身家族 有点朋友笑 哎呀 下来吧 两个小鸽子很漂亮 经济性特别高 哎呀 你看会不会飞呢 想往上飞 在这里面呢展翅的开 马上外面的大部队一进来 一要揍他们四个 来了 男女 要饿个两天跑不掉了 因为来到这边 他有个适应期 要熟悉这个水员呢 水员在这个位置 他们要飞上来喝水 有的朋友说为啥不拿下来 拿下来他这个水啊 都会把地板弄得很脏 地板你看这吃保健 他吃的铲 铲都铲不掉 每一个鸽子都交的会 而且每一个鸽子都能开架成功 过个两三天嘛 适应好了开架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又四只加入了飞行的队伍